福建渔民遇害事件现在该做善后的处理了 但对岸的态度却是四个不 我们的行动看来也要进入下一步了 福建渔民遇害事件怎么收场呢 当然该赔偿的为偿 该追责的追责 于情于理 对岸都必须拿出一个态度 然而在和遇难者家属进行谈判的时候 对岸的态度依旧是蛮横无理 第一次谈判最终是谈崩了 党内人士放出的消息 在第一次谈判中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基本上对岸的态度就是 不认错 不道歉 不赔偿 大陆也不许追责 他只愿意支付所谓的 基于人道主义的位分金 这叫什么话呀 对岸海巡署的行为 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说 都不符合规矩 对岸的评论人士赵少康 在查询岛内相关规定的时候 也发现 也是要求海巡署现场必须要录下 并且要和对方船只保持一定的距离 现在有两个事实是明确无误的 第一 对方拒绝提供现场视频 并坚称没有录像 第二 对方也承认 对大陆渔船进行多次冲撞 不说别的 就是按照你对岸的规矩来办事 海巡署都是错的 认错是基本 赔偿是理所当然 大陆追测更是必要举措 我们要求是基于常理的合理要求 对岸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至于所谓的慰问金 你慰问什么 将杀人凶手交给大陆发落 怀愚民一个公道 才是对遇害者在天之灵最大的告慰才是 对岸的态度表明 他们依旧是心存侥幸 依旧认为大陆方面只是闹一闹 然后拿点钱就能稀释宁人 他们显然打错了算吧 在当下的两岸局势下 大陆有必要给对岸上一上规矩 否则对岸真的是要合上打伞 无法不天了 前几天大陆海警船还出现在了 妈祖的附近水域 东部战区日前发布的台海宣传片中 首次出现了海警元素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海警将成为以武促统 抵近射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意味着海警在下行海域的巡查执法 不仅仅是针对海巡署暴行的反制 也是促进统一的重要举措 毫无疑问 对岸还没有这样的觉悟 可以这么说 这么多年的嚣张巴虎 让他们对当下的台海局势产生了严重木判 以为大陆还是会以和为贵 只会想着和对岸找方法来稀释宁人 这次 从我们大陆的舆论环境来看 对岸明显是打错算法 我们的海警解放军东部战区的下一步相关动作 马上就来 如果对岸依旧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不排除大陆这边主动升级态势 在东沙或者澎湖方向采取更强硬的行动 释放出更加明确的信号 当然 这也凸显出台海局势的复杂性 和解决台海问题的紧迫性 对于对岸这个熊孩子 我觉得没什么是一顿棍棒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再来一顿